国会是国家的最高立法机构 在加强和增进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上 发挥着重要作用 率领大马代表团出访中国的下一位议长 丹斯里佐哈里提出议会外交概念 强调国会有责任支持行政机构或联邦政府 加强外交关系 以促进国家的发展地位和经济 第一次以下议院议长身份访华的佐哈里 接受马兴社专访时披露 民主议会是国家权力的中心 有义务加强和其他国家的交流合作 推动外交关系全面深入发展 作为国家立法机构的国会 愿意竭尽所能协助联邦政府 促进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为体制增效做出努力和贡献 如果法院的华人也有做出努力和贡献 现在他也有去 New York 和会移行各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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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各样 作为制衡 他在卖我们的国家 在卖我们的策略 和我们的策略 在卖我们的策略 我认为他必须帮助他 以作为他的居住 此外佐哈里指出代表团这次访华意义非凡 当中展示了马中两国50年来建立外交关系的完整性 他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 所以我认为两次访华意义 这次访华意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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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非常严重关系的关系 甚至因此我会被招待 作为兹华意义 议长在专访中也重申 尽管中美两国陷入贸易战 但是大马依然会保持和平 自由和中立区国家的地位 不会改变立场 事实上这两个超级大国 都是我国最大的投资国 佐哈里是在今年5月 应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的邀请 从9月23号起对北京展开官式访问 一众官员星期三参访中国两家 与科技和农业相关的大型公司后 正式结束访华行程 马兴社电视采访报道